来到中国成都一定要试的就是它们特色的冰淇淋 叫做茅台冰淇淋 原味香草青梅抹茶奶 酸奶跟蓝莓口味 我觉得一定要先一款原味的 然后你要什么 呃还有什么酸奶吗 酸奶酸奶 来啊我们的机场区 一共我们买了两款冰淇淋嘛 它的价钱是132块一个甜点 自己换算啦 啊我们先试下原味 诶你排起来很重的那个酒味 很好吃耶很好吃耶 你不会讲哦 有那种太重的酒味面 然后它被苦苦涩涩 它反而是那种香醇 很入口 不喝酒的人一定会喜欢 不喝酒的人也可以接受的感觉 第二个 酸奶冰淇淋 加上然后台湖会是什么感觉 酸奶冰淇淋反而没有 复辟而来的酒味耶 我们吃看 所以是不好吃啊 不好吃 不好吃 如果是不喜欢 罐尼拉的那种香草口味的人啊 你可以试一下它的酸奶 因为它就是甜甜 酸酸 又太酒味的哦 你这里很开胃的哦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不错 所以Original是罐尼拉比较多 Original就是香草 我个人偏爱酸奶 那最后我们就是要看 凡真双小镇拼啦 这个是赶紧展示的老牌 加薪巧克力 我决定 在这里吃掉 待会儿就会涌掉 哈哈哈哈 好我们今天的炒饭都在这边哦 拜拜 现在是大家试吃时间 气场醋 怎么样 喝味道 茅台冰淇淋 没有话要讲 怎么没有话要讲 刚刚忘记小哥夫哦 那个茅台冰淇淋里面 其实是加了1%的茅台酒